身穿桃紅外套 短褲踩着拖鞋 長髮女子走進超商 立刻找到坐在座位區的賣家 女子朝著桌上的二手自拍器 拿起來瞧啊瞧 隨即掏出18張千元大鈔 賣家點一點 數字沒錯 她立刻拿著自拍神器 頭也不回 走出超商 这个时候 賣家陈小姐怎么也没想到 手上的18张鈔票 竟然有16张 都是假鈔 记忆卡 发现忘记给这个范贤之后 然后又发现这个范贤 将网路的账号删除 賣家刚才透过脸书联系这名女子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封锁了 18000元只有2000是正超 外观猛然一看 确实跟正超很像 只有在防卫雷射的部分有异状 看了一下相机 就立刻交易前 交易过后就立刻走出这个便利商店 交易过程中 大概不到三分钟 就是这支自拍神器 当时开卖台湾一度缺货 成了日本代买夯物 卖家陈小姐说 自己因为最近换了相机 才会把手中这支自拍神器脱手 警方调阅这件事情 才终于找到这名假超女 他向警方表示 这些未超 是他以前网拍时收到的 为了减少损失 才会买相机 警方讯后 一炸击 行使伪造货币罪 将他一送保办 继续台中 继续报报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